大家好,大家平安 很高興和我們一起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們要來看 何世阿蘇第七章到第八章 何世阿是北國伊勢烈的一位生地 他出事在亞勒浦安二世做伊勢烈王的時 在北國也有阿摩蘇在他的進城來做生地 像一個時間在南國做生地的伊勢阿 何世阿樂浦安二世他是北國也讓王朝第四位的王 他在地理國家的領域很有能力 讓國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看起來都很不錯 軍事上他王伯來講打阿蘭在生地 相信也在賣賊的土地 經濟上他通過國典目役 讓北國在物資的生活領域 經歷進行未必有的那種的反應 但是在這種看起來很好的很近的後面 確實有很大的一個危機 一方面是這些經濟上的利益 讓少數的領土改善的人來獨佔 這些人他們生活非常恰化 但是確實完全沒有顧著這些散車的人他們的需要 甚至要帶著他們的勢力來欺負這些散車的人 整個國家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這也很多後來國家賣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的危機 是在宗教信用上面的對勒 王拐贏八神去拜金牛 讓全國含樂在拜五上的座裡面 先在他學生仔很清澈來支出國家所面對的危機 他要在八神可以回頭離開希望的道路 可以定心回到祖先和上帝 所以你要用來瓶 在宗教信用後面的過程來譬如 接收國家的命運 他說準備要反鑽的人 就像是在宗教信用後面的人一樣 他們已經把火點倒 但是目前還已經在等台 但到這個命運 如果已經發覺 他們就是時期生息的時候 這個火就會點到很暗 整個國家就會獨得很暖的情形 接收他生仔的局勢 就像是學生仔所說的 在宗教信用後面的二十年裡面 就有四個王都是去寶寶來台市 學生仔也要用那種不兵兵的拼 來在廟下 他在想要瓦克阿蘇 或是想要瓦克阿蘇 或是想要瓦克阿蘇 就是不願意來全身瓦克上帝 這是非常無敵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的生命 可以學習重視在上帝 如果沒有我們所在到這一切 我才看起來的美好 都會來識氣意義 是否天珊 多少人咪 是哪些人 的一 땅 按著他的 Lands